菲律宾特遣部队 他们表示就在今天 说完成了在南海仁爱礁的轮替 跟补给的任务了 而在此期间 有大陆的海警以及海上民兵 曾经试图阻止骚扰以及干涉 那么根据这个大陆方面 海警局这边有讲 说是菲律宾有四艘运捕船 还有海警船 他们是未经准许擅自进入 南沙仁爱礁的海域 但是呢因为没有 搭载违规建材 所以中方就从人道主义出发 对菲律宾仁爱礁方向 这个首军运送食品 必要生活物资等 做出了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所以照现在目前这样来看 是皆大欢喜吗 今天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冲突 那看起来那到底是 以后是不是都比较办理 怎么看今天的这件事 应该有冲突 我的估计是应该有冲突 菲律宾因为现在的南海 行为准则的二读到三读 即将要在玛丽拉开始召开了 这是最后的一道程序 因为二读已经是逐字 已经不再是逐条 是逐字的在讨论 那都讨论完了以后 那确定进入三读 连标点符号都会去讨论 然后最后都没有问题了 那大家都带回去就签字了 那这个时候南海行为准则就完成了 在没有完成之前 美国是想方设法要破坏的 然后菲律宾 现在是美国一直收拾菲律宾 就就地起降 因为南海共同行为准则 有一个是继承了南海共同行为宣言 南海共同行为宣言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对于现有的状况就维持不变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菲律宾的行动是美国在背后收拾 对美国要它坐实了 就是说在仁爱礁的这个坐摊 就是你的了 那因此呢 你现在给它做加固的工程 就是把钢筋水泥灌上去 木材给它打上去 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 那也就是这个就是现状 如果大家都签完了以后 那现状这个仁爱礁就你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大陆海警局不会不知道 是美国在背后缩死 还让它还放过它 所以它的钢筋水泥建材都上不去 所以它是两艘运捕船 两艘海警船 那中国大陆是五艘海警船 还有几艘民兵船 挡住 封住 封锁住他们的 船多 对 把它们整个都围住了 封住了 然后把试备讯号都关掉了 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美国也好 你菲律宾也好 不知道中国海警船的位置 那不知道中国海警船的位置 所以中国大陆开始在那边顶了 我估计因为它的用语很有意思 它用语是有先严正警告 第二个全程的跟监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句话 叫做有效规制 有效规制 如果我的解读没错的话 应该就是把你顶住了 然后去检查 检查确定了 没有这些物资 没有这些建材 然后因此食物啦水啦 我就让你上去了 然后舰上的这些官兵要轮替的 就让你下来 所以就是所谓的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 特殊的安排 那特殊安排 其实就是在中国大陆的管控下 实施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好 帅将军 那结果呢 好像是菲律宾在这个时候都说 是有美国 日本 澳洲这三个国家 他们有海上的军演 好像是做菲律宾的后盾似的 可是在最后一刻菲律宾却说 我不要跟你们一起来参加 因为菲律宾说 他没有能够起降 这三个国家的军机的军舰 所以就取消参加这次联合演习的计划 而且就连四个国家的联合巡航 这次也破局 没错 菲律宾玩这时候是蛮高明的 你要参加这个演习就是撕破脸 今天为什么刚刚讲的这个 仁爱教的运补让你人道运补 关键在南海行动准则即将要完成的关键时刻 因为南海行动准则是包含所有参与国家的一个共同行动准则 这个准则一签订的是 中国在南海的地位就奠定了 就是说九段线经济水域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跟人家怎么样分配利益了 互动了 那美国说是菲律宾玩的游戏也就是希望 辞职你这个南海行动准则的签订 所以那菲律宾夹在这两大的势力里面 他撑不下去 他不敢去参加这个联合演习 这边中国大陆给你开个口子 那并不代表承认你仁爱礁你可以永久占领 所以这个问题是搁置 那我也没有强迫跟你菲律宾的军舰冲突 我也不给美国参加演习军舰有任何借口 这玩的是很聪明的 因为关键不在这里 关键也不在仁爱礁 关键在南海行动准则 密罗颈鼓正在要敲下钉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绝对不容许生变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美国在那里搞联席 也是在想加强菲律宾的决心 你要导弹就导弹到底 菲律宾想想我干嘛 杜特地讲的最好 你卖我再多武器我也打不过中国 这是现实的问题 菲律宾两边取点好处呢 但也自己不愿意陷入这个危机 所以美国很多动作是 事先你看他那四个 菲律宾达引的基地 美国也没开始动工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摆姿态的 Delay你这个南海行动准则 我觉得关键要看南海行动准则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说 月底要访问中国大陆 这路透社有报导 而且还说是8月29号到北京 结果还是美国商务部长跑得快 因为大陆商务部在刚刚最新宣布 是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27号访问北京 早了两天 早两天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美国自己有做出努力 创造条件我刚刚说 因为美国商务部有最新声明嘛 是把33个实体从Unverified List剔除 其中有27个实体是中国大陆的 那但是我就好奇了 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那您怎么看亮哥 没有啦也不是说这个叫伴手礼啦 这个表示我们那个Remando去北京 他知道要带伴手礼 因为中美最大矛盾真的就是这个问题嘛 就科技战嘛 其他叶伦因为贸易关税 拜登又不让叶伦又不能讲什么 所以叶伦那次去是没有办法谈的啦 美债太敏感了嘛 而且在金庄会议开会前 中国怎么可能承诺你去买美债啦 这跟金庄会议的主线完全背道而驰 对不对 所以那那个John Kerry 那个本来就是不是核心的议题嘛 对中国大陆来讲 那布林肯 事实上美国也有落实啊 他对赖清德用了最低规格的接待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应 就美国事实上有做回应的 第一个是布林肯 对赖清德的最低规格接待 那接下来就是Remando嘛 Remando就说我带伴手礼来啦 然后27家这个未经检核的 他就不清单就不再列入实体嘛 等于就是取消了啦 对 没错 那当然这里就意味着我开了一个口嘛 那大家可以来谈嘛 因为Remando一定是有一些问题他想了解啦 比如说你那个价根者是要玩到哪里啊 那9月1号那无人机到底是要玩什么啊 后面还有没有啊 之类的 那这个半导体不是搞到最后变成成熟自成理控制 那最后大家是要怎么玩啊 嗯 是 因为今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那个三星跟LG啊现在也紧张了 因为他认为那个OLED啊 他们本来以为只有京东方啊 结果中国大陆现在又有另外两家公司也做出来 那京东方已经15%了 那这个华星光电再进来 还有另外一家也进来 那他们就认为两年内又被他干掉了 对啊 LG三星 那你这个就变成是 韩国连续第四个核心产业被干掉啊 就是半导体汽车造船 接下来又有OLED 那这样大家要怎么混啊 所以我坦白说我认为是美国逐渐发现 不能这样硬干 对 因为你就看这一期 我认为西方媒体坦白讲 他们还是有一些核心的人在那边窜 你去看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 他就直接讲嘛 说美国科技战打了半天 结果是又贵又危险 对 他封面就叫 Costly and Dangerous 对不对 对 所以他就觉得 我觉得他们是要有点转环啊 那你同时也看到英特尔到深圳 去成立那个AI智能中心 对 你怎么可以去啊 奇怪 每次你都跑第一 大家都受限 你都先跑第一 他都测试啊 然后他去了就变成功归啊 他先走啊 变成他的特工机面也可以卖 一向如此 那其他再跟进 都每次都这样啊 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迹象真的是出来了 这表示拜登对11月 APEC跟习近平见面真的是高度期待 他就认为说习近平啊 我们一定要整合出一些交集啦 那11月不会给你没有面子 我甚至认为李家超到最后一刻他会放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敏感参照 ifying sebagai相以赔赁 出品的电影 里面 上颜尽 之前 入品 愿者